去年九月 一名穿紅白上衣的男子犯案後 迅速跑到路邊 緊接著就有一輛轎車来接应 会走得那么匆忙 就是因为他刚刚朝着一名 开完亭的女子泼洒溜酸 再把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这对妇女从事件走出来 就遭到攻击 而且这起行动 疑似经过事先缜密计划 去年九月十二号 蔡奇女子和男友分手之后 双方为了感情事闹上法院 结果就在蔡奇女子和她的爸爸 离开市林地检署的时候 被两名男子泼酸 现在涉案的三个人 都被法官中判 犯案前经过整密安排 一手策划的人 就是蔡奇女子的前男友 至今还在押的被告 今年出庭时 向法官坦承犯案 他不只找来张姓李姓 两人帮忙泼酸 又串通料姓女子 先诬告前女友 才能掌握行踪 在市林地检署前 泼酸报复 因此法官中判 蔡奇女子的陈姓前男友 重伤害九年徒刑 诬告六个月 实际泼酸的张姓和李姓男子 也因为犯下重伤害罪名 分别被判七年六个月 和六年徒刑 当时人行道上 留下一整片酸性液体 一旁行道树 和停在路边的休旅车 全被波及 车身车窗 连地板都被腐蚀 蔡奇女子全身 更有百分之五十灼伤 就因为不满女友 要分手 陈姓男子找同伙设局 更狠心找人泼酸 在司法机关前犯案 恐怖情人的可怕行径 虽然法官重判 但被害人的心理阴影 已经挥之不去 三立新闻 孟国华薛敏娟 台北采访报道